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上海12号又新增了感染数持续 创新高来到了26325例 虽然上海目前都还是实施三类的控管 但是有将近14天没有阳性病例的防范区 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还是少数 超过半数的人口都还在风控中 为了解决物资配送的问题 有物流公司产生是用无人机来运送紧急的药物 而在这一次对于疫情的因应 上海衍生出不少问题以及争议 但是大陆的疾控中心专家 还是在最新的记者会当中 仍然为动态清零背书 认为现行的防疫措施最符合实际的中国利益 每户每天只限一人出门一次且凭准通行 上海采取三类控管后 近14天没阳性个案的防范区 居民生活却也没多自由 出入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都要写的 回来和这个居民签完字之后 我们保安也要签字的 严格要求下一个早上 这个社区登记出门的也才五个人 出了社区后接到店家几乎都没开 周围因为属于风控区 甚至还有栅栏隔着 居民不敢放心解封 根据上海市政府规定即使被划为防范区 一个星期仍要做两次快三 一旦出现感染者立刻就退回 从12号上海更新的三区名单中 风控区涉及的人口超1500万 防范区解封的不过480万人 且九层防范区都在上海郊区主城区紧一层 从样本的采集样本前处理 再到核酸的提取检测和出具报告的全流程 每辆车一天最高的检测量可以达到1万管 上海情境资源要扭转疫情态势 为了加快收制扭转 检测转直接进驻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 而其中的新子仓12号也迎来首批39名儿童 和他们的家长康复出院 至少我们的孩子应性 然后至少家庭成员当中有一名成人也应性 那么可以允许他们先出院 避免再有骨肉分离争议 家长和孩子都康复才一起出院 上海在经过一天新增感染数收降后 12号又创新高 达26325例 黄浦兵将一栋办公大楼 刚成交不久就被征用改成方舱 企业办公室变成方舱 可提供3000多张床位 除了隔离设施 上海一直被诟病的物资供应 有物流企业尝试用无人机来运送 无人机的多架次和多平次的一个起飞 可以减少我们的志愿者 我们的人员平方往来去做一个周转的运输 这款无人机航速每秒14公尺 续航时间为30到40分钟 但受限载重10公斤 目前只用于运送紧急药物 和距离偏远地区 这波上海疫情显现 严格防疫造成城市运行极大困难 但大陆疾控中心专家还在为动态清零背书 那么有些国家躺平以后能够发现的话呢 它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大幅度的上升 那么我国两年多的防控事件证明啊 动态清零符合中国的实际 就是不能接受与病毒共存的事实 大陆固守清零 对于造成的民怨争议继续视而不见 TVBS新闻综合报道